在世俗的价值观里 坚持才是唯一的真理 有坚持才有价值 放弃那从来不是一件政治正确的事 今天要从这个新北投的全员路一路骑上阳明山 因为我昨天已经开车探路过了 就是一条蛮硬的路线 然后今天又只有我一个人 因为大家都要补班 那全员路一开始就已经要爬坡了 还没有热身完就要爬坡了 目前一开始的坡路大概都在3%到5%之间 所以目前是还好 但我记得要上六窟温泉附近那边 那个坡路真的是超级陡 连开车都有点危险 年轻时常常会在意他人的眼光 总是要在别人的面前展现最好的自己 一直提醒自己做事不能出任何差错 要表现得比别人好 努力达到别人的要求 我们一直都在将就别人 却忘记了自己 住在山里面感觉非常的舒服 这边进去就是硫磺谷了 过了刚刚硫磺谷的局势 就有一个大约7%到12%的一个抖波 所以上来的时候记得要切小牌 这边的硫磺味非常的重 因为北头就是盛长温泉嘛 孤独并不是一件坏事 当然如果是边缘人的话 就只能另当别论 我指的是在没有人打倒的状况下 让自己静下心来 沉淀下来 给予自己和自己的对话空间 很多人来跑步 目前的滑升已经190公尺了 不知道大家今年有什么样的计划 对 可是因为最近这个武汉肺炎 所以许多比赛都取消了 像这个花洞360 应该是在3月底 然后又取消了 所以现在4月初的淮花洞也有点危险 就希望这场灾难能够赶快过去 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不过今年的计划是预计要爬武林 所以最近应该要慢慢开始爬山路了 然后加上我是假日车手 家里也没有训练台 然后其实老实说 也不是要把这个 骑车当然自己的工作 或者是要在比赛当中获得很好的名次 其实就是一个挑战自己的过程 所以真的假日得要多练习啦 平日不能练的话就只能靠假日了 今天的计划就是从全路上 然后一路到这个 好像是街行一路 然后再到二子坪 然后再从这个巴卡一路下航回家 不过要不是因为骑单车 其实我也不会就是知道阳明山的路怎么走 因为平常要上阳明山就是坐公车嘛 最方便了 对 从来不会想过骑机车上来啦 可是现在因为骑单车啊 所以几乎 阳明山的路大部分都走过了 我这个还蛮特别的经验 尤其是你爬了非常硬的山路之后 一到山顶 看到山顶的美景的时候 就瞬间会被疗愈 我想这就是大概每个骑公路车的人 就是会一直骑下去的原因 猕猴出没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猕猴 虚长了几岁才体会到 原来人是可以不用归属某一个群体的 我们总是学习如何在团体中当一个和群的人 总是迁就于他人 其实一个人是很自在的 但人总是要经历这些轮回 从学习社会化 再到脱离社会化 这两条都可以回到巴拉卡 对 所以刚刚google路线来叫我说 叫我走左边那一条 所以等下会从左边那一条上去 那到最后还是会再会合啦 那就出发吧 继续骑 骑上巴拉卡 目前坏了这个DT的轮組 只要上坡的部分 的确是比较省力没做 不过差别 我毕竟不是一个专业的车手啦 没有那么多 这么专业的 对于骑程的感受 不过 唯一很大的差别就是下滑的时候 的确是非常快 之前用简安特的原厂TR2 就下滑的时候 其实蛮慢的 对 可是换上这个DT的轮組之后 下滑速度超级快 快到我都已经上不住了 这边就是阳明公园 要往花中啊 这边就是花中了 所以要上阳明山的话可以来这边看一下 现在刚好是花季 这一段的Po图大概在 9-12%左右 因此 我对于身边有执着于某件事的人 感到有些害怕和担忧 这并不意味着执着是一件坏事 朝向自己设定的目标迈进 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我担忧的是那些不懂得适时放过自己 给自己喘息空间的人 因为通常他们不会有意识到 自己正在让别人将就自己 直到一方登进游户为止 从花中骑上阳明书这段 蛮陡的 有很多车友说他都是自己一个人骑车 那我觉得就是跟朋友骑和自己一个人骑 其实各有利弊啦 因为像今天早上 今天我是自己一个人骑车 所以今天早上骑床的时候 我就会有点挣扎 对 就没有朋友的督促 可以跟朋友骑车 一方面是可以交换一些资讯 然后也可以打批老天 可是一个人骑的时候 才是可以专心练车的时候 就是你可以专注在自己的踩踏上面 调节自己的呼吸 你不用为了要去跟着谁的车 然后就打烂自己的节奏 所以这中间当然各有利弊啦 就看大家如何取舍这样子 到二次平了 平常都是从巴拉卡上来的 如果从巴拉卡的话 就从那个方向上来 然后再上 如果要上驻航船站的话 就往这边往上 接下来要上这个大屯山驻航站 那每次上去都要有点心理准备 因为真的蛮陡的 但是上去的风景非常的漂亮 所以其实还蛮值得的 那这次就 那我觉得体力还OK啦 那我们就再挑战一次吧 驻航站的这个坡度都很陡 大概都在 12到14之间起跳 对 尤其是刚刚骑那么长的山路 在爬真的是蛮累的 15% 看一下有多动 超船的 最近开始忙起来之后 在客业和经营频道之间出现拉扯 使我又开始再次思考自己 目前的生命状态 当然 分享影片我还是会持续进行 但因为想做的事情很多 目前苦于还没有一个妥善的安排 可以让这些事情能够两全其美的完成 快到了 哇 超累了 风景超级好的 可是今天就是有乌云 不然这里其实蛮漂亮的 就是大屯山火山群 非常漂亮 骑上来真的非常值得 不过那个驻航站 真的是有点有点有点 就是大屯山火山群 我给你开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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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哩拉扎讲了这么多 其实也没有什么重点 就是充满干话的一支影片 每次要讲这些干话 也确实烧了不少脑僵人 接下来下滑要注意安全 人家非常地懂 接着就从巴拉康回家啦 那今天就到这边啰